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权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谭依伦 好我们今天依旧要带大家来掌握南韩离泰院后续的最新状况 不过一开始我们要先来介绍 今天跟我们对谈的国际新闻记者黄真怡 真怡好 依伦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很多人跟我们都一样关注 现在在离泰院后续的状况如何呢 其实真的看到都很难过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追究一下相关的责任 因为现在南韩的官员在一号他们开记者会都出来致歉了 我记得刚开始发生的时候 他们都说警力都OK嘛 这个十万人去啊 对而且137位的警员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说以前都是这样 然后还说后来有什么抗议啊 所以稍稍有分散一点点 就现在他们确定说好像有一点点不太足够 商家就有指控说警方都关注犯罪跟防疫 那都没有关注在民众的安全 所以现在南韩的社会 从原本的惊吓震惊变成很愤怒 你当天只部署了137名的警力 我们说这个人潮有十万人之多 哪里够 一个警察大概要控制500个民众 比例相差太悬殊了 好那现在这个南韩的警察厅长尹锡根 他就说在事故发生之前 确实曾经接到了多通的这个报案电话 但现场的应对措施并不到位 所以他也间接承认说 这个警察有待职的情形 那南韩的内政部长李祥敏则说 现在这个再多的警察 正是他之前所讲的 都无法避免灾难 所以大家不要用政治的动机来批评 结果大家就很生气说 你现在还在讲这种话 应该是要赶快来想怎么样来解决 所以在地的在野的议员 就要求他来下台 所以他后来就自己赶快来道歉说 他觉得很后悔这样的发言 所以要聚焦找寻事故的原因 不过现在李祥悦真的是 上任之后危机很多 包含了他的支持度非常低 然后现在疫后复苏又没有做得很好 甚至北韩涉弹跟河市的威胁 也是一直都在 所以现在在南韩的社会氛围 也是蛮不好的 南韩总统尹熙悦一连三天 现身首尔联合焚香所为死者致哀 不过在离泰院惨剧发生后 社会大众检讨失浪排山倒海而来 尤其官方最新报告曝光 猜他意外近四小时前 警方早就接获人潮涌挤的报案电话 却是置之不理 都让总统尹熙悦震怒 因西越在国务会议上 巡视下令言成代呼执守的相关人员 然而警方过于轻忽事态发展 在野党更是其身谴责 警方也讨厌一提到 李泰院就被认为 山洞政治那就不追究责任了吗 因为很明显在人流控管上有缺失 面对舆论和政坛质疑 还有罹难家属问责 首位市长道歉 也在记者会上忍不住窥题 不过意外发生至今第四天 究竟该谁负起责任 尹熙悦政府仍旧没有交代 都让南韩民众感到失望 TVBS新闻中不倒 在南韩离泰院踩踏意外的当下 其实有很多故事 现在大家在讲起来说 都蛮难过的 看到这一个状况是 一个女儿她在踩踏当下 她赶快打电话给她的爸爸 她直接说 她说爸爸我的腿好像断了 那离泰院发生了人踩人 旁边的人都过世了 然后她就一直在跟她爸爸 可是因为收讯断断续续 所以她爸爸就很担心 这六十几岁的爸爸就赶快 坐着这个计程车到离泰院附近 结果呢 她就跑到了这个 1.5公里到女儿在的派出所 所以因为有这个人车的管制 所以她必须要赶快 用徒步的方式进去 结果跑了1.5公里 终于找到女儿了 结果她说 这个女儿跟四个人都躺在派出所 那其实她女儿已经受伤了 但没有办法送到医院 原因是因为死伤的人实在太多了 那她女儿还不算有到生命危机 所以还要再等三四个小时 那她一听到就疯了 怎么办 而且救护车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我们刚才说的 就交通管制 而且当时状况非常混乱 所以她想说 好吧 既然这样子 我就背着她走了一公里多 赶快来看看有没有办法 那你知道六十几岁 背这个女儿其实没有很容易 那她还可以走一公里 就后来正好有一个三十几岁的男女 我看到之后就说 我们送你去吧 结果他们就送去了 但第一家医院的时候 真的因为伤患太多了 所以根本没办法收治 事后来再找了另外一家 所以这好心人是花了大概三四个小时 帮他们找到医院 结果检查之后 这个女子呢 她有肌肉损失 又有肾脏受损 甚至有骨折的情形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让大家觉得 真的好可怕 当下一定更混乱 更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 对吧 所以好 这个事故发生之后 真的是让几百个家庭心碎 因为真的很多人死亡 那目前有67位罹难者已经出病了 那南韩全国上下真的是一片爱情 灵堂前 僧侣不断念经文 希望让南韩离泰院 踩踏世故忘生者 能够安息 想起这么多年轻生命逝去 不少人边哭边道祭坛献花 首尔以外的民众也特地来哀悼 在首尔体育馆内 家属正在寻找遗物 发现至亲的鞋子后 家属再也忍不住 眼泪溃疲 只能靠彼此搀扶 等所有的遗物都找到后 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后事程序 韩联社统计 周二开始已经有67位罹难者出病 至于外国罹难者家属 韩国政府也承诺将协助来韩处理后事 除了亲人最心痛的 也许就是意外幸存者 到了深夜 不论是离太院街头还是医院 悼念民众有增无减 不只是万席 众多年轻生命逝去 恐怕还有人民 对南韩政府处理危机的信心 迅速削减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讲完离太院事件 我们再把焦点转回 另外一个乌俄战场上面 乌克兰跟俄罗斯 最近之前在因为核弹的问题 俄罗斯一直说 乌克兰你疑似要弄核 要弄脏弹 然后我们不得已 我们只好可能也会使出一些核弹的 等等其他技术来做反击 那现在他又再抛出来 另外一个议题 他就说 他指控乌克兰 好像要来攻击一个水坝 然后他们赶快扩大 南部赫尔松这边的撤离范围 那是什么水坝呢 就是卡科夫卡大坝 那这个大坝有高30公尺 长3.2公里 它其实是负责调节供水的 给克里米亚半岛 跟这个杂波罗热核电厂 那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水利发电厂 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公共建设的基础设施 那这边因为这个赫尔松这边呢 其实已经算是被俄罗斯有点入侵 他们有扶植一个他们自己的人 当他这个赫尔松的州长 那这个州长就说 赫尔松目前是有被这个淹没的危机 导致平民的设施会遭到破坏 为了防止人道的灾难 我们平民的疏散范围要扩大15公里 然后他还说我要提供10万卢布 大约是台币5万多块 你们就是可以赶快给你们这笔钱 然后你们要搬到俄罗斯其他地区 但其实这个是在这个10月底的这个说法嘛 其实在10月下旬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就有警告说 俄罗斯可能就是会在这个大坝这边 他会不放这个地雷等等 疑似是要摧毁 所以其实在俄罗斯指控乌克兰之前 乌克兰这边就已经好像有察觉到说 应该是有情报啦 对你可能对会来这一招 那俄罗斯有可能会来做 进行这个轰炸这个水坝的这个目的 有可能是为了要暂停 让乌克兰的军队不要再一直过来了 然后保护俄罗斯的军队来撤离 那所以说乌克兰这边后来也 针对这个俄方的这个指控呢 他就说俄罗斯呢 本身就是要考虑发动攻击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 你本来就是说攻击 结果现在反而是说 我先要来攻击你 所以他这个行为呢 其实是要怪罪到乌克兰跟西方盟友身上了 这有点像是之前说这个脏弹的假期行动 没错 就是俄罗斯原本就欲化要做这件事情 但他把他挂在乌克兰身上 先赶快说 你要做你要做 先喊抓贼 好那这个赫尔松确实我们之前都一直提到 他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那现在有可能啦 我觉得俄军可能在赫尔松这边 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也只能撤退啦 但他们撤退还出了一招 我也觉得蛮不好的 他现在要把这个城市给掏空 那就算你乌克兰收复了这里 也只能拿回空壳 乌克兰黑海港口奥德萨外海 一艘粮食船停留海上 哪也去不了 这是因为俄罗斯上周六又出招 片面暂停国物出口协议 两国7月才在土耳其斜旋下开通 海上运输走廊 没想到短短三个月 俄罗斯又跳票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痛骂 普清又想完勒索老招 乌克兰表示 目前至少有200多艘运粮 船被实际的封锁 当中还包含一艘联合国 准备运网伊索比亚的 4万顿小麦 担心粮食危机一触即发 联合国紧急开会 打脸俄罗斯所谓被攻击之说 不过在土耳其伊斯坦保海域 还是出现机查员登上粮食船仔细检查 立场尴尬的土耳其只能再充当核式老 希望粮食嫌疑能有转环空间 地图显示对俄乌两国小麦依赖度较高的国家 主要人集中在一些非洲和中亚国家 等于短期内粮食价格又要大幅波动 俄罗斯动作频频 普京周一又对乌克兰狂轰50枚的飞弹 普京在记者会上坦诚 就是为了帮黑海舰队报仇 普京话中有话暗示俄军还能做更多的攻击 不过美国军事专家认为 普京碰轰的可能性大一些 因为在前线的俄军还是状况百出 一段画面拍下俄军部队惨遭抛袭 仓促逃命的过程还因此军车翻覆模样狼狈 俄罗斯先前发布30万征兵令 一处少数族群居住的小镇因此人烟稀少 受征招的还包含上百名库德族人 家属指判赶快结束战争 不过俄罗斯国防部又在10月最后一天宣布 要结束所有征兵活动 只差普清座最后批准 不过陷入激战的赫松地区 俄军又有不寻常举动 CN报道俄罗斯开始出招设法掏空赫松 这样一来就算乌克兰顺利收复师徒 也只能得到空核 乌克兰因此得与时间赛跑 避免更多有价值的物品落入俄军手中 FBI新闻综合报道 各地网友热搜什么话题呢 我们用Googlechance引擎带大家来看一看 那镜头转到美国 我们请珍宜帮我们分析 好 美国这边的热搜关键字呢 是一起社会命案 叫做Delphi Murders 那这个地方呢 是印第安拉州的一个地名 它其实是在2017年 这个Delphi Murders 这个小镇Delphi小镇呢 它发生了这个谋杀的命案 是有两名少女 一个14岁跟一个13岁 他们去出发远足以后 结果就无消无息了 后来呢 就是有家长报案 那警方是在报案的隔天 在一个废弃的铁道旁边 发现他们的尸体 那这起命案 就是他们来 对 那一直受到美国国内的关注 因为一直找不到嫌犯 那终于哦 在过了五年后 在这个10月31号呢 警方呢 是宣布说 他们逮捕到一名 50岁的男子 有可能就是这名 这个犯下这起 杀人案的这个嫌犯 那他们是怎么找到的呢 其实是他们透过 这个两名少女的 其中一人的手机的影像 有 这手机影像有拍到 有点模糊的 这个嫌犯的画面 然后甚至 还有录到一点声音 就是嫌犯有跟他讲说 去吧去吧 就是在当时当下 可能他们想要 赶快趁可能 抓空档 就是有记录一下 这个嫌犯的一些 样貌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影片呢 让警方抽丝剥解以后 好不容易找到了他 那其实家属是 蛮难过的 因为就是得知 虽然说这个真相水落石出 但是也是觉得说 可以让这个两个小女生 能够知道说 真相到 真相终于曝光 那也是 但五年后又开始接了窗吧 虽然逮到嫌犯 但应该蛮难过的 好美国很关心这个议题 那也分享给大家 好接着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的热搜关键是 是一个人 他是基特康纳 那不知道 真有没有看过 就Netflix的 这个英国青少年的浪漫影集 叫做恋爱休克 这个我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 对 而且他可能就比较青少年 所以我们稍微比较迈入中年 没有那么那个 好但是他内容其实蛮有趣的 他是在讲说 这个主角身为青少年的时候 在探索性向的彷徨 那这个因为演员的 目前幕后互动 所以也引发一些关注 但是其中一个演员 他就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基特康纳 他在不久前 在社群上面打破沉默 他说 我是双信念 然后恭喜你们成功 让一个18岁的男生 被迫出柜 然后他也讲 我想你们看错这部影集 要传达的重点再见 然后就这样子 很沉重的一段话 而且很不爽的感觉 然后大家就说 到底怎么了呢 怎么会突然公开 自己是出柜的状况 然后他后来就有 大概讨论了一下 大家也有抽丝剥茧 我就发现说 其实他真的受到 蛮多网友的质疑跟谩骂 有些人还说他是卖服 就是说 好像是个美型男 靠男男之间在吵话题 然后还有批评说 他不是LGBTQ 的社群成员 却靠这个来吸引粉丝赚钱 等等的 所以就让他不得不出面澄清 但他曾经在专访中也说过 就觉得如果要现在讨论 自己的性向 他觉得太早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段摸索的期间 但因为网友这种谩骂 让他真的受不了 所以他没办法之后 这样子写下这个言论 所以我觉得这个键盘后面的杀手是蛮可怕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性不要做这样的人 嗯 就是逼着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澄清 但其实这是不好的 对 好我们来看日本吧 好 日本呢 关心的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 是吉普利公园 那在艾志县这个吉普利公园呢 是在11月1号正式的开园 虽然说 其实大家都有说 你要事前预约才能进来 但是人潮还是相当的满 好像大概有五千人左右涌入到这个乐园里面来 那其实里面有非常多就是这个宫崎剧很卖做的这个动画 像是神影少女啊 天空之城 那个岸上玻妞等等之类的 那甚至你还可以跟这个五脸男一起搭电车啊 就是在这个汤屋跟这个汤婆婆的办公桌前面拍照等等 所以蛮吸引这些这个吉普利粉丝的 那这个如果是你是这个魔女宅集变的粉丝的话 你可能要再等一等了 因为他们这个以这个魔女宅集变为背景的这个魔女之谷呢 要到明年可能才会出现在这个园区中 所以到时候呢会有更多更丰富的演员这个角色 都会出现在这个吉普利公园 对啊这个看起来真的让人好想去哦 对啊 如果可以去日本人可以去把这个当成一个行程来走走 对对对 好接着我们来看韩国 韩国的热搜话题哦 是Instagram错误 哎发生什么事情啊 周一30 10月31号的时候 就突然出现这个全球大量用户无预警遭官方停选 哎我也有朋友跟我讲这件事情 还问我说哎你的粉丝有掉吗等等之类的 我想说发生什么事 哦原来是这件事情 好像就是官方在发出声明道歉之后 他们就说哎确实有留意到用户在登入账户时出现问题 然后就有积极的在改正当中 那也对这个错误的状况造成不变来道歉 但是哦这对股价已经暴跌七成的META来说 是雪上加霜啊 他股价在周一的时候低到6.04美元 所以最后收债的是93.16美元 就创下2015年10月8号以来的7年新低 所以算是蛮不好的情况 那他也因而全球的企业排名跌到了第37名 输给了三星电子 所以你看哦这种七七复复跌跌复复就很快 而且马上就显现在股票上面 对真的是所有的这个IT营运人员就是都要警戒 对啊 随时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这个股价 尤其大家用户这么多的时候一定就是会很不开心这件事情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 香港这边关心的是日本的娱乐话题龙泽秀明 那这个龙泽秀明呢他这个之前就是已经接了这个杰尼士事务所的副社长嘛 在2019年的时候接棒的 那那个那时候初代的社长是这个喜多川强尼 他把这个棒子接给了他 但是呢龙泽秀明呢在最近他就说他要卸任了 而且他这个子公司呢 Johnny's Island这个社长一职呢 其实也在9月26号的时候卸任 他就是后来就 他说你怎么会突然不做了 后来这个日本媒体就去挖这个幕后的秘星 发现说其实是龙泽秀明跟现任的社长闹不合 所以他才选择离开 那这个现任的社长是谁呢 他叫做藤岛茉莉井子 那我刚刚说的这个喜多川强尼第一个这个杰尼斯的这个社长 就是他的舅舅啦 所以他们是龙泽秀明跟这个藤岛茉莉井子呢 是有意见上面的不合 那怎么的意见不合呢 是说龙泽秀明呢 他本来有栽培两个偶像团体 那他这个偶像团体本来这个管理权呢 是都是放在他担任社长的这个子公司Johnny's Island 结果没有想到这两个那么红的团体 后来被转到母公司杰尼斯旗下 那这个龙泽秀明就觉得说 这是我当家的社长 你包就是乱转嘛 对对对 把我的这个摇钱树转过去了 据传龙泽秀明是对因此感到不满 所以他就说那我不干了 看来就是一山不容二胡啦 对啊两个人是双头马车 绝对不是会有好的下场跟结果 所以他就离去啦 好接着我们来看台湾哦 台湾的热搜话题是高宏安 或许有些观众朋友对他不太理解哦 他是民众党以前是前呃 现在是立委 民众党立委 那他这次要选是新竹市长 那他现在是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候选人 那他怎么了呢 之前就曾爆出说 哎他的研究题材是跟资策会嘛 然后有涉嫌什么抄袭等等之类的 然后还又爆出他的兼职 那最新哦 又被国民党新竹市长候选人林庚仁说 他有内线交易 而且还聘了男友来当这个公费助理 不过高宏安是博士说 他这个内线交易更不存在 因为他先买了这某一家股票之后 红海之后才买 所以他说这个先后的时序问题哦 根本不是所谓的内线交易 那当然还有这个男朋友当公费助理的事情 他也说聘用助理是合法的啊 而且支付薪水相关费用也都是合法的规定之下 所以他也认为是没有问题的 但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觉得很遗憾看到选情低迷的林庚仁 为了博板面争取声量 然后对高宏安进行人身攻击 这个PH值有点低的一点 蛮酸的一个攻击 很蛮酸的 但确实高宏安这一次在选举当中 蓝跟蓝都一直在批评他 他确实是一个这个焦点 对没错 所以成为了台湾的热搜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很热搜关键字呢 是这个费南德斯 东尼费南德斯 那他是谁呢 他之前是担任Air Asia 亚洲航空的这个执行长 但是他曾经有离职过 大概四个月前呢才回国 结果没想到在十月底呢 都抛下震撼单说 我要宣布辞去执行长一职 那其实他是在2001年的时候呢 他跟另外三个他的好朋友 一起成立了一家航空公司 叫做Tune 那这间航空公司后来呢 他们就是用一令吉 马来西亚的币 一令吉呢 去收购了一个快要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 就是亚洲航空 那他把这亚洲航空 这个并过来以后呢 经营的还不错 虽然是这个东南亚这边蛮大的一间廉价航空公司 而且把这个所有的债都偿还完了 但是呢在这个二零二一二二的时候呢 这个疫情呢重挫航空业嘛 所以说当时呢 他其实已经是变成说亚航的非独立执行董事 他后来又回过来当执行长 那他也是拓展了 就是有成立货运部门啊 然后用货运这些来看看能不能够带动 整个航空公司的这个业绩 但是也不错有为在疫情期间呢 为公司贡献了有百分之二十的收入 那他现在决定卸下CEO一职呢 他讲说我会 还是会在集团服务 但是会着重在这个金融啊 旅游电子商务等其他的业务上面 那他因为他是马来西亚蛮有名的这个商人啦 算是航空界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企业家 所以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个网友们都非常关心 因此登上了热搜 好看完Google Trends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聊聊这个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但我们不是要聊台积电本身啦 我们是要聊这个晶片 为什么呢 现在真的在全世界哦 晶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质耶 所以我们台湾才显得如此之重要 好但我之前有讲过 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科技政委李国鼎 把张忠谋请回到台湾 还是一个优秀工程师 然后吧吧吧之类的 我们就有慢慢在做这个半导体产业 我们才可以如此如此有一个这么好的战略位置跟地位 但是这真的不容易对不对 对我们先从晶片最近的这个情况来跟大家讲好了 大家知道说晶片荒嘛 所以晶片荒可能汽车订了以后可能要等很久 对才可以交车 所以这也是我在年初的时候先买车的原因 因为业务都会跟你讲说 你这下来就买不到车咯 所以他们不是危言耸听是真的 对好那这个汽车是一块嘛 那可能一些笔电啊 或者比较先进的一些高科技产品 也因为晶片缺的关系有这个供货有影响 那除了这个我们讲到一些我们日常用到的这个电子仪器产品之外呢 其实SIM卡也是蛮受就是受到影响的质疑 这是我们手机的那个最重要的 对没错所以假设说我今天花了大笔钱买了一支iPhone14 或买了一个三星最新的折叠机 但是我没有SIM卡这支机也是 对也是只能照相或干嘛用的 对无法拨电话那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晶片荒哦导致呢 这个SIM卡的市场衰退出货量是年减8.5% 那有一个这个科技的这个研究公司哦 他们就发现说其实是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呢 整个供应链受限然后晶片短缺造成这个SIM卡的单价是上升 那同时呢这个因为这个通膨跟经济衰退呢 也影响了出货量的预测那SIM卡的出货量呢 其实在2022年呢那时候是估计有四估计43.3亿张 其实已经比2021少了8.5% 那是预估2023年呢会成长1.8% 但是呢之前是预期是会成长7.2%啦 所以说那差蛮多的 对跟预期的这个数量其实是差蛮多的 所以说晶片真的是相当的重要 那我们提到说其实美国呢 之前就是有颁布这个晶片的禁令嘛 他在10月初的时候颁布这个晶片的禁令 宣布说这个先进的晶片 然后设备跟技术不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 这个针对的意味非常的明显 那后来这个彭博社就报导了啊 10月23号报导说 好像这个我们的台积电哦 是就是一个遵守这个禁令嘛 所以说暂停代工供应先进晶片 他说遵守所有的规定 那受到影响的是谁呢 就是大陆上海的这个避任科技哦 那时候传说他们的这个供应链会受到重创哦 可能会裁员三分之一 那这个避任科技他主要是做什么的呢 他们是一个晶片的设计公司哦 他的创办人叫做张文娜 他曾经在华尔街工作过 所以他有这个很完整的财务跟这个产业的人脉 那他请这个台积电呢 是帮他代工这个7奈米制成的这个晶片 那主要主要哦 这个避任科技 他在中国大陆的最大的对手 其实就是灰达啦 那灰达因为他这个 他有生产这个A100的这个晶片哦 这个灰达这个晶片 他其实也已经被美国禁止说 你不可以再供应给中国大陆了 那这个避任科技想要申请的这个BR100哦 这个BR100他其实就是用7奈米制成的晶片 BR100又比A100性能要更好 所以说你都进了这个A100 那这个BR100当然是更不可能让你生产了 所以说这个台积电的这个遵守美国这个禁令呢 真的是导致大陆这边哇这个科技的这个 很重灾哦 对重灾哦 这个从以前这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中美贸易战到现在川普 呃拜登跟习近平感觉变成的是晶片大战 对贸易战转转变成这个晶片战 但是这个应该就是美国想要的 他就是不要让中国大陆舒服啊 没错就是这个这个美国有一个这个历史学的教授叫做 Chris Miller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晶片战争哦 那有这个半导体的分析师杨应超 他看完了这本书 他来分析一下针对书上面就是有点像书寨一样 跟我们讲一下晶片 目前来讲为什么大陆会那么难生产哦 其实他从从头到尾开始讲话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晶片网络啊等等这些常用的科技是源于这个国防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无线通讯的这个CDMA 他其实是源自于说二战的时候英军为了要对抗德军 所以开发出来这个无线通讯系统 所以我们才有手机啊等等之类的 那这个还有另外一个 这也是从就是晶片是从这边开始要研发的嘛 因为有晶片才有无线通讯这些 好那我们讲到说半导体的制程有多复杂 其实软体要从这个软体晶片设计开始说起 这个设计一开始就已经不得了了 接下来呢你还要看这个晶圆场所需的器材哦 器材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熟悉的这种光刻器啊等等之类的 还有说生产所需要的化学耗材这些等等 然后最后才到这个封装啊测验等等之类的 这个要经过百道制程而且时间要花三到六个月甚至更久 然后你还要去克服良率这个很大的这个问题哦 所以说半导体整个制程是非常非常复杂且严密的 而且并不是说我只要花钱我砸钱就可以砸出来了 这个杨益超说呢其实半导体的这个制造呢 它需要多年的基本功哦还需要有这个懂的人才跟知识 像是他指出呃中国大陆的话 他虽然说他可以设计这个半导体 但是你要叫他制造其实是有蛮大难度的 这个是他们必须要克服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哦 制造的部分他可能第一个缺原料 第一个是缺这个呃技术方面等等哦 那刚刚这个一文有提到说 哎台湾为什么这么厉害 对我们要感谢谁哦 台湾的半导体前辈呢 就是有远见的投资啊 那时候这个当时还是这个行政院长的这个孙运玄 他找了当时是政务委员的李国鼎哦 他们两个人是在1985年的时候邀请这个张忠谋回来台湾担任这个工研院的院长 后来呢担任工研院长两年后在1987年的时候成立了台积电哦 那那时候张忠谋他其实就是他有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德州仪器服务过 他那时候他的这个强项就是在于晶片的生产 还有说要怎么样提升晶片的良率这一块 这是他非常非常擅长的 所以他也把这一块就是他的这个优势带入了台积电 所以台湾才会有就是这样的护国神山打造了一个半导体的亡国 但是他这个杨英超他也提到说 其实台湾目前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啊 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这个半导体的分红股票少 我们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我们大家印象中好像科技业好像分红股票很多 以前很多 对 但后来经济不好走 2008年之后好像就开始变少了 对那是因为这个台湾这边有修法 他就是把这个呃员工分红配股费用化 那导致说科技他这个分红的股票变少了 那其实你知道人就是还是会想要赚钱 你这个分红股票变少 导致说我呃真的很厉害的人才 他可能就不想要从 不想要去这个半导体产业 他可能去从事其他的产业 赚多一些钱的地方 对那导致说这个半导体业的成长 有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哦 好那接下来的话他提到的是大陆 大陆他有这个市场换科技踢到铁板 怎么说呢 因为大陆之前他会广邀这个美国啊 或是其他的外商来他们这边设厂嘛 就是有个优势就说 你看我大陆人那么多哦 市场红利很很棒啊 那这些厂商去到后也是就是 哦好很棒很棒 就是我们就赶快在这边设厂吧 但是呢大陆会偷你的技术 那偷的技术一开始可能都是敢怒不敢言 因为我市场想要在这边卖东西嘛 但是后来被偷到可能真正非常 关键的这种半导体技术后 其实很多外资就受不了了 就是开始联合其他的地方来 就是不忍了 就是有跟这个大陆这边 那我就我就不要在大陆这边设厂了 所以后来很多的半导体 就是在韩国啊台湾等等 是比较多的 那这个杨应超他也提到说 其实就是刚刚一伦讲的嘛 掌握了晶片得晶片者得天下 对对对 那这个其实是对付大陆一个 很好的这个锁喉的武器哦 因为到假如说大陆没有 这些做晶片的材料 没有做晶片的机器 其实就是很难产出高级的半导体 那对于他们的这个国防啊或者是 呃科技或者是交通等等之类的 对所以这也是美国一直在访中国大陆的啊 对没错没错 那我们也有访问到这个专家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 来替我们解析说 美国呢采取的这个晶片禁令 他们会不会对台湾的半导体产生影响 美国对晶片的这些管制措施 势必会对全球的这个晶片的供应链 产生巨大的影响 目前最大的影响是全球的那个总需求 是在下降 即使像台积电这么好的公司 他在某一些制程 像譬如说7奈米 或者是更成熟的这些制程 他的这个订单好像也开始在减少 所以他的产能应用率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再加上刚才提到的管制措施 迫使他必须要放弃 一些原来就已经有的订单 那这个呢对台积电的营运 一定是雪上加霜了 好所以呢 接下来这一两年 确实对那个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 特别是台积电 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些影响 因为美国的这个管制措施 他主要是针对先进制程 好就是16奈米以下的这些制程 好在是在他的管制的范围里面 好那比较成熟的制程呢 反正现在大家都会 好那所以说 就美国政府并没有针对成熟制程 好那所以说 对台湾的整体的半导体 产业来讲 好 我觉得在在这个管制措施里面 受伤最严重的就有可能是向台积电 好这样 以先进制程为主的厂商 目前啊在台湾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 好那张周末也提过嘛 好就是美国呢 他寄出好各种的这个补贴的这些 哎这些方案好吸引很多厂商到美国去做半导体的投资 好那但是呢 这些投资其实也未必会成功了好最主要就是像我们台积电好在台湾 他在营收还有他的这个获利上有这么好的表现 好那最主要还是他在制造能力上面的这个竞争力几乎是无可取代 好那这些竞争力呢 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 好是跟台积电的团队有很大的关系 好就是台积电 好他他手下的这些工程师 好基本上是刻苦耐劳 好那 那他们他们也可以这个这个就是公司有要求加班到十一二点 好他们也都可以接受 好所以呢将来好在不管在美国还是在欧洲 好他们他们要去做晶圆的制造代工 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成本一定是远远超过我们台积电的台湾的生产成本 好所以呢我们我们其实中长期来讲我们还是有很大的竞争力 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头去看看中国呢 哎这这五到十年来其实对半导体产业也是做了很多补贴吗 好对啊 但是呢他们的这些补贴最后的这个成果 好却可能远远不如预期了好所以他们他们的这个生产效率 好还有他们的产品品质 其实可能还是落后台积电很多 好那那即使在中国 好他的劳动力 好哎就是他有这么这么庞大的劳动力 也有相当多的优质的人才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完全去复制台积电 那中国政府对这些半导体厂的补贴 搞不好都比美国还要多 好所以呢从这些例子来看 好一个产业要如果要透过补贴 好去发展的话 其实长期来讲 好对这个产业不见得是好事 好我们看完了晶片的议题之后 接下来讨论这个大家应该都蛮有兴趣的 就是哎到底有没有天选之人 真宜应该不是天选之人 不是我也不是 但是我觉得我的侄女跟我的姐夫是 因为他们就算家人有就确诊但自己真的都没有 那现在我们应该要想的是到底要不要打第四级 那目前我是还没打啦 那现在看起来台湾的疫情 这个虽然已经说通过了高原期 但我看每一天的数字 有确诊人数还是有三万多 像一号这天是三万四千两百四十二例 所以还是蛮多人的 那现在BA点五八月底几乎成为了主流株 那当然现在还有这个BA其他的这个变异株有进来到台湾 但还不算主流 那王毕胜也在十月中的时候 曾经讲过说他没有把握疫情一定会降啦 好但台湾有一个状况很奇怪是 我们的死亡人数跟重症人数蛮多的耶 而且你看下半年三个月的重症数 是上半年的两倍耶 所以就很奇怪啊 那大家就想说到底为什么呢 好如果以英国这个国家统计局来说 他们会做一些分析 他们觉得年龄是完整接种之后 仍然出现突破感染一个很大的危险因子 也就是说如果你年龄越大 你可能得到了这个新冠肺炎 然后死亡的几率还是越多 而且我们会随着这个疫苗的时间 打的时间 防护力会抗体会慢慢减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小朋友跟长者 就是能打的小朋友啊 跟这个65岁以上长者 到了时间到就要去打 因为他真的是会慢慢的被突破 那这个台大公卫的这个教授陈秀希说 现在疫苗的效率就等于是死亡上升的主因哦 所以现在要打要拯救生命 真的很简单就是你去打第四季吧 那他说如果次世代的疫苗覆盖率达到80%的话 其实每一天的死亡率就可以大幅的降低 所以他就说真的是打第四季是不二法门啊 因为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个病毒给灭绝嘛 只能我们自己保护好自己 好那讲到了这个身体的健康状况之后 我们今天也讲一些比较生活的议题哦 讲几个小paypal 如果你感冒了怎么办 因为或许有些人不是新冠肺炎 因为新冠肺炎一定要看医生哦 因为这个不能开玩笑 但如果你是一般的感冒 像现在这个秋冬季节 会有上呼吸道的一些感冒流感的情形 其实有些方法可以来稍稍的缓解 我们先看到舒缓喉咙痛的情况之下 其实喝热茶喝热水喝热汤都可以 但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不能喝到太烫 因为这可能伤到食道 会反效果 那如果您是喝姜啊 或姜汤等等的 其实还不错 因为姜有抗发炎缓头痛的状况 那如果你是一直会咳嗽 就像我们的后遗症 我就是还蛮会咳嗽的 那你可以用盐水漱口啊 或是用蜂蜜来舒缓也是不错 那如果你是会鼻塞的 就要就做一些方法 例如像洗鼻子 但像我不太敢洗鼻子 我可能就会用草芽 或是一些薄荷的 让自己的鼻子比较通畅 对 那还有说可以使用蒸汽 不过这应该是在欧洲国家 他们会使用加湿剂吧 湿度变到40%到60% 但像台湾因为湿度比较高 所以你可能是要用除湿器 像我自己家里的除湿器 就真的有40%到60%这个区间 所以大家可以稍稍注意一下 机器上面的这个数字 这可能会让你的感冒发生率 是稍稍比较降低 好那预防感冒情况之下 其实维他命C是最主要的 大家一定都知道 那还有这道接骨木梅 是有症状就要马上来摄取 因为里头有花青素 可以加强你的免疫 再来新的补充品也是可以 大概三到四个小时服用一次 那你可以把感冒的病程给缩短 这都是蛮不错的小pepper嘛 好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吃的 来补充自己的这个免疫力 我觉得免疫力真的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是天犬之人原因 就是因为他免疫力特别强 对或许密度已经进到他身体了 但是就是没法做 那也是蛮厉害的 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从新鲜水果来看 它有丰富的维他命C 那一天至少要两份的水果才够 所以不能说我有吃一两颗就好 就够了 没用好再来还有维他命的这个B群 那可以从骨类跟痘之类里头 那只要摄取不足 其实你的免疫力会变弱 甚至还会有忧郁的情形 影响你的身心状况 那还有维他命E可以从坚果南瓜等 这样可以减少感染 那还有维他命D你可以去晒太阳 或者是从牛奶里头取得 那莓果则是有很好多分可以抗氧化 以及有黏膜修复也很重要 可以减少病原体进入到你的体内 所以像是胡萝卜甜椒番茄这些 通通都可以来吃 好最重要这次这个新冠肺炎 不是一直常讲说什么T细胞吗 好T细胞杀手细胞的发育 要让它比较成熟的话 要多补充心 那其实就可以从海鲜上面来取得 像是牡蛎或虾籽等等 那可以缩短感冒的病程还有症状 所以这些实用的宝典提供给大家 哎我觉得蛮受用的哦 赶快把它笔记下来 那如果有发生感冒的症状的话 都可以拿来这个宝典使用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